你知道马东西为什么能成为韩国最后一个猛男吗 锻炼他只打人肉上包 手下吃粉扁进嘴 给他一点套 和死对头商战 抓来对方手下大拳毛 徒手掰断他两颗大萌芽 让死对头棍着酒水一起干 能成为韩国两大黑帮之一的老大 马术不仅拳头硬 心也够狠 可就这样一个大恶人 竟然被另一个恶人偷袭了 他的车突然被人追尾 肇事者一副下破胆的样子想着道歉 大满夜 马路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马术也不需要向小弟立威 打他放他走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肇事者将口背后偷袭 给他捅腰子 马术尽管受了伤 但还是用自己的大身板压制住了对方 把他摁在车上打 两人打得势均力敌 肇事者见识不妙 立即上车跑了 跑前还不忘再创马术一次 马术命大 经过一夜巧救后活了下来 他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找出这个找事者 因为老大代表着整个黑帮 他被人下了面子 就意味着整个帮派都丢联了 由条子来探望他 想从他口中得到凶手的线索 马术却软腻不吃 没有透露一点消息 他不打算和警方合作 要是他不亲自首任仇任 就会被盗上所有人嘲笑 不久后 他的死对头果然春风得意的来探望他 马术拉了面子 更暗中发誓要首任仇任 白天来查案的刑警正在西 也没有放弃 他偷偷来到车库 拍下了马术被追尾马的记 事实上 这是一起连缓杀人案 就在马术玉袭前后 附近还发生了一起追尾杀人案 推起狗场杀人案 杀人魔作案时故意准备 等车主下来协商时 再趁机会被杀人 正心情发现 这三起案件都有共同点 受害者的伤口大小几乎一致 说明攻击他们的 可能是同一把凶器 他想靠这起连缓杀人案升职 他才不管谁死了 只想破案立功 可是韩国黑帮和警察 一直都有勾结 他老大不相信 这是一起连缓杀人案 也不想得罪黑帮 居然把他打发去了 取他案件 不允许他再继续查下去了 正行警就亲自上门找马术 不错 因为马术是唯一一个 进入凶手的 马术派手下 根据他的描述 划出了杀人魔的肖像 他和正行警做了一个交易 他们分开抓人 但是可以共享警报信息 谁先抓到了杀人魔 杀人魔就任谁处置 达成协议后 马术才分享了 自己收集到的证据 正行警刚想翻水 却发现 马术把他们的对话录音了 他砸碎录音笔 马术还有监控录像 姜还是老的辣 这下正行警是不得不和马术 上同一条船了 精神病无差别 杀人有多恐怖 火车司机停在加油站休息 和妻子在电话里吵架 因为他赶不上孩子的生日了 就这句话 引起了恶魔的杀意 下一秒 他将司机乱到童死 因为他年幼时 曾被父亲家暴过 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狂魔 随机抽选目标 看谁不顺眼就杀谁 然后开上他的车走人 驾驶座旁边 就放着司机为孩子买的生日蛋糕 他面无表情地吃下蛋糕 可是他不知道 这种跑长途的货车 通常会配两个司机 杀人魔一点也不过 因为这条路上根本没人 他和对方互殴 直至将他刺死 杀人魔已经连续杀了好几个人 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警方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的线索 可是他却无意惹上了黑帮老大马叔 马叔被他下了面子 宁愿和警方合作 要抓到他 他是机器案件中 唯一活下来的受害者 用自己的记忆 划出了杀人魔的肖像 手下根据肖像 在案发现场附近 这个调查 每一次有新案件出现时 他的手下都会比警方 早一步到达案发现场 这一次 他们就在距离案发现场 几十米的地方 找到了凶器 马叔特意做了一个局 他派手下用这把刀 暗杀了另一个黑帮的老大 直接把凶器 留在了案发现场 伪造成杀人魔 再次发案的假象 警方也在凶器上 验出了之前几体案子 受害者的DNA 这一下 他们终于可以把 这几起杀人案联系起来 正式立案为连环杀人案 杀人魔也在新闻上 看到了黑帮老大 遇害的消息 一句话就把隔壁吃面的 小哥吓得够呛 他决定 向栽赃自己的人复仇 第二天 马叔带着手下 来参加死对头的桑宴 此时的他尚不知道 杀人魔已经找上了卷毛 还告知了真相 等马叔和郑行警 去调查受害者遇害时 驾驶的车辆时 就被卷毛的人包围了 他们想给自己的老大复仇 两人队十人 马叔手上没有武器 竟然靠着拳头 硬生生扛下了他们的攻击 正刑警还无意间误杀了九毛 这下他也杀人了 黑帮老大和小刑警的命运 彻底捆绑在了一起 同时间 杀人魔又制造了一起案件 他假装追尾让杀人 还开走了对方的车 他笑着挂断了电话 这次被杀的又是一个有妻儿的中年男人 警方查案也陷入了瓶颈期 凶手犯案后几乎没留下任何线索 几天后 一起房客失踪案 引起了警方的主意 女房东报案说 房客失踪三个月了 整刑警亲自去调查 发现租客的照片 竟然和凶手的肖像一致 据调查发现 杀人魔今年35岁 是一个曾经遭受父亲虐待 在御幼院长大的孤儿 没有犯罪前科 唯一的联系人 是他70岁的母亲 被父亲虐待 可能就是他心理变态的原因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 女孩身后做这个杀人魔 第二天 女孩就受害了 大叔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的伞 他一声令下 让小弟立即出动 去找杀人魔 沿着公交的轨迹一路搜寻 马叔很愤怒 因为杀人魔是为了报复他 才杀害女孩的 和他一起抓杀人魔的 还有和他合作的正行警 他们借助警察的权利 终于找到了杀人魔赞助的旅馆 大家都原地待命走部署 就等杀人魔回来 可是犯人很警惕 竟然提前发现了他们 一脚油门跑了 黑帮 警察和杀人魔 三方展开的追逐 杀人魔很熟悉着附近的路况 就在他被围堵后 他引导警察和黑帮车 撞 然后自己汽车跑了 大家分开去找人 马叔的小弟 正面遇上杀人魔 被捅了好几刀 等马叔听到惨叫声赶过来时 小弟已经不行了 但他还是指向杀人魔逃走了方向 让马叔快追 马叔寻着地上的血迹 发现杀人魔躲在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中 他推开一个个宝间搜索 终于发现了两个女人在神色惊恐地唱歌 他知道杀人魔就躲在包间厕所里 于是用手势示意他们站远点 下一秒 连人带门押在杀人魔身上 用铁拳招呼他 知道把人打个半死活活 才把他带回了厂房 准备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 他要亲自承认仇认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针响声 一辆汽车破满无路 直接把马叔闯飞了 来人就是正行进 他为了立功升职 阴了马叔一把 不仅把杀人魔带回了警局 还一局缴获了马叔手下的黑帮组织 只有马叔逃了出来 可是逮捕杀人魔后 警方根本无法给他认罪 因为凶器上没有他的主人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凶手 却没有证据给他判刑 就在最后一场庭审时 检方律师终于找到了任正 他就是马叔 马叔是唯一一个 被杀人魔袭击后 却活下来的受害者 只有他见过杀人魔的样子 他无法忍受杀人魔偷偷死刑 宁愿自首 也要上庭做证人 辩方律师就想利用 他的黑帮身份和人权 来给杀人犯托罪 证人是杀人魔的杀人魔 杀人魔的杀人魔 杀人魔的杀人魔 判处了死刑 马叔也因此如狱 正行警也如愿立功升职 几天后 马叔被移送入狱 就算进了监狱 大哥还是大哥 只有杀人魔全速在角落里 还得不安 马叔答应自首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正行警 利用他的职务 将他和杀人魔 关在另一个牢房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在这场极恶对决中 没有一个好人 面对无恶不赦的杀人狂魔 唯有 保持暴才是正义